下面是第一星官的 这是普贤普达 普贤普达我们今天也有特殊的意义 他就是金刚萨 dude 是密教的出著 在我们这个世界 而且在皮诺扎那那儿也是等于观世音菩萨 在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 这是最上走的菩萨 所以在咱们无量受精里头 都是德尊普贤 来的所有这些菩萨都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这些菩萨都尊重 都在修持什么 修持普贤大事的德行 普贤大事最突出的 就是后头这样句话 十大愿望到归极了 净宫法师就因此而趋向净宫 他本来讲维持讲什么什么 讲华言讲到这个会后普贤心愿品 普贤菩萨发十大愿 十大愿望 在愿望的投影的这个归宿 最后就是几落十天了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处所有不障碍 面见彼佛无量光 以德往生满罗沙 这普贤心愿品 那就是普贤菩萨他的愿望 愿我灵到命中的时候 我这个障碍消除 障碍的就是往生的障碍消除了 不是业力都要住了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一个字都有一个字的用处 离经一字变通魔术 我现在有好多不大小心 你不能离开啊 那个背叛是更不行啊 一个字是啥都不行啊 肤字而为都不行啊 这您可少说两句啊 太喜欢说了 不说也不好啊 我们能否知道有把握的尽量啊 这个普贤菩萨是无量寿如来会上作烈上佛 德为众尊啊 在佛说无量寿经的时候 普贤菩萨是上作烈上佛 跟华言经一样啊 第一位 作是最上 德也是众之尊啊 所以大家来的人都是尊修普贤大事之德嘛 说德也在众中称尊啊 都是华言的信主啊 所以华言跟无量寿经是同等的经啊 万兴庄言啊 是万种功德啊 所以普贤叫大恨普贤啊 官司寅是大慈啊 这个 官司寅是大悲 弥勒是大慈 普贤是大恨 文殊是大智 地上是大怨啊 此不同之处 他是万兴庄言啊 这个 他化身 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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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就是密教的最初的祖是金刚萨多 这个唯密教祖祖啊 自然而这个世界 各种世界 各种节 这些 云远是密教的最初的祖啊 在咱们这个世界 这个莲花生大事 咱们在佛学词典都找不出这个名字 甚难得闻啊 大家所知道的是龙树啊 所以东密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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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记载 都把密宗第一代称为龙树 龙树菩萨是个很特殊的菩萨 是做佛教分十宗 他是八宗的武士 这是最奇特的一位 一位大菩萨 少年的时候 可以说是个流氓 跑到王宫去 把他会隐身 和一些的邪友 跑到王宫去 就弄得很多这个宫女大肚子 他说 这么回事 他们就是好像吹蒙蒙蒙 所以说还是就真人来了 这个话又结束 就是到了晚上把宫门紧闭 排了多少立誓拿刀砍了 结果是都被杀了 就是龙树他就藏在国王的井背后 用那个刀要离国王远一点 那国王走哪里 他紧跟着他 不让出气 最后看看 数了好些人都死了 这个也再也看不着人了 都给我差不多都杀光了 宫门开了 突然偷偷地跑出来 不能跑出来 哎呀 这欲为苦本啊 这我明白了 这个苦很苦啊 很阴险 差点没死 好朋友都杀掉了 是吧 这是有什么有欲啊 欲是苦本啊 这出家啊 后来成了八宗的祖师 华岩就是他从龙宫中取出来的 龙岩也是他从龙宫中取出来的 净土宗的祖师 禅宗祖师中间间一波的 八宗都是祖师 律宗的祖师 是极特殊的一位大仆在佛这个涅槃后五六百年的时候 这一个大菩萨 他在南印度 他拿这个几个戒指打开了一个铁塔 进入铁塔 亲自建党信仗杀作 所以这个 我这个书上的记载的密宗的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好